今年的广州车展上,长安展出了新款的异动和长安瑞聘CC 这两款车和雷克萨斯前年非常相似,特别是瑞聘CC 感觉就只是把雷克萨斯的车标换了一下,其他都没有怎么变 被人戏称为长安版雷克萨斯 虽然好多国产车都爱借鉴进口车或合资车的外观 可是质量究竟怎么样呢,还是个未知数 是驴子是马,只有拉出来溜溜才知道 最近一位广东的朋友就买了一辆瑞聘CC 买的是顶配,裸车接近14万的价格 可是很郁闷的是,刚买不久就与一辆摩托车刮蹭了 摩托车尾直接将瑞聘CC的钱保险杠给撬开了 但是还好的是,钱保险杠没有裂开 一般车子的钱保险杠是塑料做的,一碰就裂开了 而瑞聘CC却还是完好的,让人很意外 看到这里,这位车主虽然懊恼自己的新车被刮蹭 但是值得欣慰的是,这辆瑞聘CC的质量还至少是过关的 截止到上个月,长安旗下车子总销量可是位居国产车销量前三甲 只有使用过的消费者最有资格评价 国产车的崛起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长安企业作为国产车中的黑马,显然技术是越来越成熟 要说起这款瑞聘CC,这可是长安花了五年时间精心打造的 而且这款车在发布之前在网上的关注度也是相当高的 瑞聘CC是基于长安最新P3平台打造 走的是居家舒适性路线 该车搭载的是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156马力,最大扭矩225nm 变速箱使用的是第三代6AT 这款变速箱技术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非常的可靠 不仅外观如雷克萨斯般漂亮,内饰也是毫不含糊 中控10.5英寸液晶显示屏,面积非常大 各种按键通过触屏完成,很具有科技感 新车内饰材质也是非常考究,看起来很有档子 目前裸车也就11万左右的价格,有点物超所值的感觉 如今国产车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发展起来 照如今的势头超越合资车和进口车,指日可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